就在美国人想要捏造,去利亚政府军化学武器袭击,的理由再度对政府军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开始之后,美国多久他们便从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的巴林第五舰队,抽掉了一部分海军兵力进入地中海,中东最大的空军机第五代的基地也迎来了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。 面对这种情况,俄罗斯一面火速从海军四大舰队,调集精锐舰艇在地中海东部聚集,一面疯狂通过塔尔图斯港这个战略基地,向前线输送人员和装备,大战似乎一触即发。 就在埃尔多安再度搬水,曾宾伊德利普,运国机密集攻击型河潜艇,穿过支布罗陀海峡。 德国国防部重新评估对叙利亚军事打击的必要性时,以则对俄罗斯来说,堪称晴天霹雳,那消息再度传来。 13日,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巴尔克利号高调航行穿过支布罗陀海峡,进入地中海朝叙利亚方向驶去,美军在叙利亚海域的打击力量将得到进一步加强。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,这艘型号维迪迪G-84的驱逐舰是满载导弹跨进地中海。 几天之后,美国在这一地区可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的数量,将上升到200枚以上。 这种火力足以将数个俄俄式联军的军事基地连根拔起。 如果美国人真下决心要动手,俄式联军遭遇的损失程度,必定会相当惊人。 今年4月的一枚岛三国在联合空袭施利亚的行动中一共发射了103枚巡航导弹。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,尤其是一枚被击落,事后证明这种说法跟不住脚。 真正的拦截成功率只有四成左右,此时莫斯科方面就面临重大抉择。 伊德利普审外达俄式联军力量仍然在不断加强,其战定准备尚未充足。 此时动手与赌博无异。 如果俄式联军真的能够短时间迅速解决战斗解放叙利亚全境,就不会给西方任何武力干涉的机会。 西方如果只意要动手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然而一旦战事陷入持久战,俄式联军深陷泥潭不能自拔,普京在面对西方的巡航导弹起后果,必定是骑虎难下,十分危险。 就目前情况来看,总攻时期应该不远了,政府军精锐已经悉数在前线集结,对叛军防线的炮击一刻不停。 而俄罗斯空前军战机,也如近期加强了对盖地的轰炸力度,甚至不惜挂带低俗重磅炸弹狂轰烂炸,探军在这种力度空袭下损失相当惨重。 面临即将到来的总攻,俄式联军究竟表现如何? 让我们拭目以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